各位网友 大家好 我是呂志华 新冠疫情在香港已经要摇摇摇摇 差不多一年多 抗疫工作亦做了一年多 较早前大家都很希望香港能够达到清零这个目的 而且很多市民都向政府献出很多计划 教政府怎样才能做到清零 但政府那班防疫官员似乎完全听不到入耳 而且他们搞来搞去也完全做不到什么成绩 总结给我们感觉到头痛衣头 脚痛衣脚 哪里有疫情 他就马上去防疫 好了 这一头防疫之后 另一边又出现了不同的疫情 于是他们又派出一大堆人去做另一种防疫 总之搞来搞去 防疫工作到今天都还是去防疫 市民现在还未能正常生活 大家都还要戴着口罩出街 戴着口罩吃东西 到今天来说 似乎没有什么市民要求政府清零 较早前还有一些议员 例如何君尧议员 一直要求政府清零 到现在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 大家都不再奢望政府真的可以做到清零这个目标 是不是市民已经不想政府清零 是不是市民已经习惯这样生活呢 当然不是 只不过我们现在可以说欲哭无泪 我们从过去充满了希望 变到其后没有什么希望 到今天可以说完全绝望 我相信新冠疫情在香港已经成为封土病 甚至不是封土病 可能成为长期病 我们以后都要戴着口罩行街 戴着口罩吃饭 戴着口罩拍照 从2020年开始 我们将来在历史的照片里面 总之见到那些戴着口罩的中国人 就一定是香港人 这件事将会写进香港的历史里面 好了 为什么特区政府搞来搞去 都还不能够做到清零这个目标呢 其实原因有很多点 今天我华哥和大家续一详细分析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们所谓的专家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在电视上 看到专家所说的东西 越看越多 越多的时候是不是越怀疑呢 我本身来说 真是越看越怀疑的专家 我不是怀疑他们是不是专家 我只是怀疑他们 那些专家自然是否值得相信 只是减疫苗方面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专家 说来说去 结果他们身体力行 都是打伏必态 结果他们都是相信外国的疫苗 好了 外国疫苗有没有效呢 大家看看 无论美国无论英国 他们那些疫苗打完之后 他们国家那些是新病例 不但并没有下降趋势 反而现在就掉头上升 甚至很多地方更加再次封城 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香港的专家似乎看不到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专家自然可不可以相信 大家应该心里有数 除此之外 大家也应该看到 每逢有一个社区爆发之后 大家都看到 有些专家就马上去现场 很努力地和大家讲解一下 为何会爆发这个疫情 为何会在社区爆发 但他们说的东西 我感觉都很意气 例如有一幢大厦 上下两三个单位爆发之后 他在里面走一个圈 于是大条道理地说 什么烟通效应 好了 跟着那些健身室爆发疫情之后 他们就马上走一转 然后又对传媒说 里面的先锋又不够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这样说 随口说 有没有数字证明 有没有实际的数据证明 什么都没有 全部都是断股 正所谓有断股就没有痛苦 好了 最惨就是 他断股之后 政府就马上改例 那些防疫官员 就很相信他们所说的 例如他说烟通效应 然后整幢大厦 那些明渠 暗渠 就马上要全部维修 又或者全部要检查 这些都不要紧要 做多就好过做少 最惨就是那些酒家食肆 专家断股说 因为里面不够先锋 不去这个断股 那就大件事了 所有那些食肆 那些酒家 就要立即要指定 在某个时间之内 全部就要加装先锋系统 如果不可以经营 说真的 这些改建工程 对那些小型食肆来说 真是百上加根 在目前这样的经营环境之下 真是很吃力 最惨就是 你没有足够的证据 没有足够的数据证明 就真的因为那些先锋供应不够 而导致在食肆里面爆发疫情 爆发集体感染 可能分分钟就是因为 因为染病的食客 他除了口罩 跟着 他将那些污租的 可能感染了那些病毒 就黏在 或者附贴在墙壁 又或者其他方面 因而引起集体爆发 就和先锋完全没有关 只不过专家去断股 大家就很痛苦 所以这点也是令到香港 为什么防疫工作做得这么差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班专家 我就很怀疑究竟是否真的专家 好了 第二点 大家都知道近期 输入的个案很多 而输入个案之中 大家都知道 那些菲庸近期入境 几乎 我不敢说十居其九 但至少十居其五 都是染有新冠病毒 还有很多 都是染了那些 传染力相当快的变种新冠病毒 想远的就别说了 就说今天4月8日 根据卫生署的资料 他就说 今天香港多了十人确诊 而其中八宗输入个案 涉及非荣和印荣 而其中六人更加证明 新染变种病毒N501Y基因 而其中三人更加是同一间酒店隔离 所以令到很多人都担心 这些输入个案有机会令到香港 将会爆发新一波的病毒 以及爆发变种病毒 好了 对这些输入个案 已经不是今天了 已经是维持了一段时间 但是特区政府视而不见 并没有因应这样做出新的防疫措施 继续等非荣和印荣来香港 我就很不明白 为什么他明知有些新的变种病毒 有机会在香港爆发 政府是不做一些措施 阻止他们入境 香港停了一段时间 非荣和印荣入境 我相信香港人不会死 但是如果真的有变种病毒在香港爆发 真的有很多人死 所以特区政府那班官员的脑子 是想什么 我们正常人真的不明白 是想不到的 好了 第三点 为什么香港总结做不到清零呢 除了那些非荣和印荣 明知他们可能带着变种病毒来香港之外 在香港那些印荣和非荣 如果大家假期或者星期日去看一看 这班人在香港 根本每周都在播放毒 这件事不是我胡说 大家先看看我这段影片 嗨各位 我是华哥呂志华 今天我在北角 这里就是北角会 好了 有一个奇景 原来今天我就看到 在这里竟然好像 好似很多人都在搭帐篷 这里好像是郊外 好像是露营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哇 这帐篷从这里一直去到 伸延到码头那里 是很远很远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 原来里面都是那些非荣姐姐 今天假期 每个人出来去露营 而露营的地方竟然在市区 在市区的街道里面 但似乎在市区完全不理 好了 在这条片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维远 现在那些印庸飞庸 喜欢搭帐篷 搭帐篷 好像露营 去放假之外 原来有很多街道 你看看北角码头那里 整条街 走三四分钟 那个帐篷阵 都未走完 那帐篷里面 有人在吃东西 好了 我们一路走过去 那里大大画画 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没有一百 都有八十个帐篷在 而每个帐篷里面 都有三至四个飞龙或人 最惨是他们 全部不戴口罩 在吃东西 在聊天 我走过去都好像走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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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兼顾不到 而事实上 香港警方兼顾很多工作 我们不可以连防疫工作 都要警方去做 但是食环署 应该检控他们 但是 你看看 每个礼拜 如是 是没有人理会他们 任他们在那里播毒 他们还要恶到 如果你走过去 拍着他们 他们竟然骂你说 你拍着他们 你说这帮人 真是肆无忌惮 知法犯法 香港为什么 还可以縱容那些人 是目无黄法 触犯香港法例 还要这么声大隔 好了 香港这些飞龙、印庸 有没有人去叫他戴口罩 是有的 究竟有哪些人去叫他戴口罩 绝对不是食环署 竟然是香港的劳工署 我们大家又看看以下一段短片 在短片里 大家可以看到 原来劳工署在假日 拉起横額 在怀院那里 一路走 一路用不同的语言 用印尼话 用菲律賓话 呼吁那些妞工 叫他戴口罩 后面还有警方跟着 大家可以看到 警方和劳工署 在这方面都有做事 食环署是什么 一样是阔老烂尼 这帮妞工 还有 整天都在铜锣 那里 煮东西 去卖 除了卖 食物之外 很多其他日用品都照卖 你看看 食环署 如果我们 那些小贩 是左階 立即是拘捕 但是 对于这些飞容 印容 长期 事而不见 甚至我们知道 他们在哪里 经常做这些犯法的事 竟然食环署是不知道 最后一点 为什么香港不能清零 因为香港没有问责制 你看看 最近雲南 有个地方官员 因为当地 连续两天有疫情爆发 那个官员立即辞职 但是香港的观点 年纪了 做来做去都做不了这份工 现在还是继续做工 继续做抗疫的高官 好了 还有 例如食环署的流利群 做得不好 怎样 就是升职加工 做得越差 升官加越高 做得越不好 人工加得越高 好像那些黄尸法官 你看看 立即加工 立即调职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 你说 我们可不可以奢望 特区政府真的可以做到清零这个目标 好了 这条片 我讲了很久 也讲了很多 大家也明白到 香港为什么不可以清零 我相信大家应该做好心理准备 大家家里多买几十双口罩 我相信这些口罩 判我们就是 这一代成长 下一代成长 甚至代代成长 都是要和口罩一起成长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